大家好,今天講一個新心靈的題目 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 主要是最近很多網友或朋友都有些情緒問題 這個情緒問題其實都很擾揚,也很影響他的生活,甚至工作,甚至家庭的個人 所以我就找一些我之前學過的方法 這個方法叫Emotion Code,台灣譯造情緒密碼 是由這位Dr.Braley Nelson介紹出來的 應該是他自己創出來的,根據他本書說 是什麼方法呢? 這個方法是一個很簡單有效的方法 怎樣應用和怎樣做呢? 今天就試一一跟大家講解 首先這位Dr.是哪位? 是他發明的,是Dr. Nelson發明的 他本身是一位美國的脊骨神經醫師 其實這個方法在1998年開始推出這個方法 漸漸因為越來越有效,在美國也很流行 也做了一些課程,甚至是practitioner 認證課程有兩三個level 這樣就慢慢推薦開來 我記得當時好像是五六年前 我也是Amazon買了一本書 看他的資料,看完之後就學了他的課程 不過我不是執政者,所以不可以用來做醫療 這些所謂的另類醫療都不可以在西醫這個世界,隨便說是有醫治能力 不過現在說不是真的醫治什麼病,是說情緒方面的 所以不妨跟大家分享,也是幾簡單有用 首先講一講他的formula,如何可以治療情緒 他覺得所有東西都是潛意識,潛意識是一個很大的資料庫,或者電腦 而很多所謂的emotional package,就是情緒或情感的包袱潛藏在我們的身體,或者各個部份 而這些包袱是會很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甚至人生,愛,各方面的範疇 所以他認為是要處理這些所謂的情緒的包袱 那怎樣做呢?他的理論就是這樣的 大家如果有看過之前的影片關於quantum physics,就是量子物理學 也有講到其實手,如果你看到手掌,很真實,很實在,有五隻手指,摸下去有肉,有感覺 但他説如果你把它放到很大很大,幾千萬倍,即是用顯微鏡放進去看 其實你看到你的手掌,只是一些空間和能量 其實身體根本就是一個能量場,之前大家有看過的影片都應該明白 其實思想都是可以用電子儀器來探測的,大家應該有看過一些影片 是把人套了頭套,裡面就有很多測量的儀器在頭頂 其實可以探測到你的情緒,不同的情緒是有不同的電波 例如你發生的時候有不同的電波,全部情緒都是一種陣頻,一種frequency 所以你做了這麼多年人,你不多不少總會遇到一些很慘烈的情緒 例如被人很hurt的罵過,例如很失戀,或者是被一個很差的老闆 例如遭遇到你,或是被你一個很信任的朋友背叛你,各種各樣 人生總會經歷一些強烈的環境,而積聚了一些情緒 那些情緒就好像一個能量球那樣的 他說這個能量球就好像一個網球那樣一大小的,會積聚在身體裡面 如果你身體沒有能力清除這些負面的能量球 那你就會在人生的方面,不論是身體,情感,或者生理方面 甚至你的性格,人格,都會受影響 因為這能量球是會影響了,你剛才所說的 人體的能量流動,正常人的能量應該是自然流動 但是有一個阻塞了,就會令到你產生不到一個自然的流動 所以你身體很多時候最先有的反應就是不同部位的痛 明白了這個理論之後,其實他就說 無論你的人都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無論生活,工作,感情,家庭,關係都會遇到不同的困擾 你生活很多時候又覺得不是按你自己的方向,你的想法而去 很多事情都不能夠如你所願地發生 或者是一些不期望它發生的又發生了 那種種的事情,譬如有些你又覺得自己是不敢面對自己 沒有勇氣,沒有勇氣面對自己一個真實的我 沒有勇氣表達自己的真實的我 向人表達你的真實的情感 或者是各種情緒之下產生的問題 譬如憂鬱,恐懼,失眠 這些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圖表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負面的Energy 低頻的frequency的表 大家應該有些印象 如果不記得自己去看那條片 那種種這些產生的情緒就積聚了在你身體裏面 那他認為這個潛意識就像你的電腦那樣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你人生醒了之後 睡醒了之後很多事情就經意識做 例如你怎樣擦一下,洗臉,要做些什麼 我今天的工作是要做哪件事,先哪件事 要打什麼電話,和什麼朋友吃飯 那這些是意識的工作 但是其實同一時間 潛意識都做了很多事情 譬如你怎樣不停製造細胞 換細胞,心跳,肺,要做消化 潛意識會記錄你所有曾經見過,聽過,做過的人 視野物,或者學過的東西 所有都是會記錄在裡面 或者你的五感的感覺 所有的好像Hologram的傳訊式 都記錄在潛意識這個電腦裡面 所以他說潛意識就差不多是知道 為什麼你生活是這麼不如意 你也都受什麼情感的包袱 就是剛才所說的emotional baggage 影響你的生命 所以他的方法是針對 利用潛意識去剷除你的情緒 或者情感的包袱 其實方法就是這樣 不複雜,很簡單 說了這麼久的理論 你當然想問問題 我有沒有辦法刪除這些情緒 我想大家都很想 而他的方法是很簡單 也是借助我之前 教大家 分享過的遲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遲差的影片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講什麼遲差 你可以看看這條影片 這個叫做遲差 我叫他 那是什麼遲差 其實是這樣的樣子 他這條是 是這樣的 是三支叉 有一個是兩支叉 這支叉 怎麼用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他本身是一個遲 就是他本身是遲化了的兩極 拿來就除了做了 我幫五嫂做按摩 做排 就是令我身體沒那麼痛 腳沒那麼痛 因為他經常都要站 腳大腿很痛 做完之後他會很舒服 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給大家今天用 就是這個 做剷除情緒的包袱 那怎麼做呢 要剷除情緒的包袱 首先就要明白什麼叫 Muscle Test 即是叫肌力測試 有很多種不同方法 肌力測試 他就介紹了幾種 如果他在課程裏面 就介紹一個 就是兩個人做 例如A幫B做 B想剷除情緒包袱 A幫他做 B抵高了一手 然後幫他按 這樣做 這個有少少複雜 所以我就不在這裏講了 如果大家需要的話 先留言告訴我 再拍另一條影片 教大家 另一個方法 就是自己和自己做 都已經可以了 他教了第一個方法 就是Spray Test 為什麼Spray Test 其實他的道理 他就說 好像是一個植物 植物大家有時候 都見樹葉 永遠都是向著陽光走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神奇 明明 行一個公園 你上午行去公園 這個樹葉 就向左邊傾斜十五度 這樣才算 那你回頭 可能吃完早餐 回頭 這個樹葉 變了向後傾斜 三十度 大家都有這樣的印象 見過 或者家裏有種植物 就很明顯 所以其實他的理論 都是這樣 好像植物一樣 是向著陽光 自動去調節 同樣道理 當你的思想 是想一些正面的 positive 的 一些好的 充滿愛的 溫暖的 或者一些真理 或者一些正確的 你的身體很自然是傾向前 不是你有意識地向前 是你的身體明明地傾向前 如果你反過來 你講一些反話 講大話 講一些不對的 講一些錯的 一些不是真的 你的身體很自然會向後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每次你做的時候 就站直身體 合上雙眼 放鬆 放鬆身體 然後 在腦袋裡慢慢想 這是做一個測試 例如你想想 一些戰亂 一些人很悲慘 很驚慌 很驚慌 這樣 那時候你的身體 是自然會向後 就是有一種 好像想遠離 那樣的 你不用特意做作 這樣做 自然就會是這樣的 那譬如你 反過來 一些愛 一些很溫馨的環境 場景的時候 你的身體 自然就會傾向前 如果大家明白了 這個測試之後 就可以做一個 清理的動作 清理動作 也是很簡單的 那怎麼做呢 那你 好像剛才說 你個人也是直立 放鬆身體 合上眼 然後你就問自己一個問題 你如果懂英文 你就說回這句 我是不是有些 需要被釋放的情緒 那你問一問 那它是yes還是no 那你回看身體 回答你yes還是no 如果你是有的 那你自然身體 就會傾向前 如果你沒有 身體自然就會傾向後 就是這樣簡單 那你知道了有還是沒有 那多數都有的 我想沒有什麼人 那麼聰明是沒有的 那沒有就恭喜你 那你不用看了 那你可以走了 這條片不適合你 之後 如果你是有情緒 是要被釋放的 那你當然會問 那我要釋放些什麼情緒 那他就很簡單 我先講了六個部分 其實身體的六個部位 六個部分的A難和B難的 不同的恐懼 各種的情緒困擾的問題 那就是這六套 那你問就是很簡單 你可以問 我的被困擾的情緒 是在A難呢 那你看是否是向前向後 如果是是 那就是A難 你又問他 然後就問身體 是A難的第一 是不是呢 那要是 就看A難的逐個問 那是不是一個被遺棄 如果是 這個要清除了 那你就記下他 那是不是背本呢 如果不是 那就不用管 那跟著 是不是淒涼 是不是迷失方向 各個逐個做 逐個難 逐個列這樣做 做完之後 你又發覺哪些是需要做的了 那你知道了之後 其實應該每一步 你會做清洗的 那你譬如知道 你是有被危棄這個問題 那你怎麼做清洗呢 那現在呢 這個時候 就出動你的遲差了 那你的遲差呢 其實呢 就幫你做 因為他本身是有什麼來的 那他教的方法呢 其實是 用任何的遲都可以的 那他那時候 很早期教我們的時候 他就叫我們 指向一個product 那product 是比較貴 那我當時也沒有買到 那你也就拿了一塊磁鐵 就算了 那現在的遲差更加好 順便按摩一下頭部 你也知道頭部都越位 那你怎麼做呢 就很簡單 就把遲差 從眉心那裡開始 就慢慢從眉心那裡 從眉心那裡 一邊拆拆拆拆拆 到頭殼頂的八回月 然後拆拆拆拆 從眉心那裡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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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有沒有效果也好,不妨試一下,不傷害,也不浪費錢 因為你本身也有差的,大家就試一下,無妨 行不行也不妨分享給我,看看你的結果有沒有幫助 如果有什麼問題,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希望大家早日你的情緒大掃除成功 等待你們的回覆正面答覆,多謝大家 明天跟大家見面,拜拜